欢迎收看第546期ETV 我是主播黄清妙 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注本期的新闻提要 教育部跟监察院一直都有在推动跨性别者校园空间权益 所以最近性别多元宿舍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 但谁能住怎么住 在国立成功大学已有跨性别者入住的案例 而国立中正大学未来是否有相关规划 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 进入男生宿舍身为生理女性果然行不通 性别多元友善空间推动以行之有年 但目前的大学仍旧是以生理性别做区分为多 实际上有在推动的大学屈指可数 大学宿舍的这一扇门究竟挡住了谁 我们会觉得可能第一个是为什么他要来管制学生在住宿的期间的自由 比如说中正附近有很多的一整栋的都是没有限女宿或是男宿 那在这些地方好像都没有安全的疑虑 为什么我们到了学校的宿舍好像就会出现 111年监察员因为长庚大学跨性别事件 呼吁各校应注意多元性别友善空间 而早在103学年度开始 国立成功大学就有跨性别者入住的案例 而针对多元性别宿舍 国立成功大学的学生这么说 我们那时候在确定要不要住宿舍的时候 他会问说你是不是能接受跨性别者跟你住一样的 或是包括同楼层同宿舍或是同一间他都有问 就以男生的视角 所以是女生跨性别为男生的情况下 我就觉得既然是跨性别者都没差的话 其实我本身就没有什么太大意见 我原则上还是会跟同性的住一起 但是如果是不同间 同楼可能也还可以 但是不用同一间应该就还一起 对于多元性别友善宿舍 国立中正大学目前仅提供书面回应 并表示考量到不少家长 对男女学生同栋住宿 可能衍生的问题仍存有疑虑 因此近期内让跨性别者入住的机会不高 让这个社会人们看到他们的权益 是有需要被改变的 是有需要去改善的 然后带动整个社会往这个方向去前进 我会觉得 但是这件事情是也不能只有中央 就是这很需要一个两边的配合 跨性别者的权益还需等待社会的集体进步 国立中正大学库斯拉社也表示 在等待大体制改善的同时 或许校方与学生增进沟通 并积极落实心理资商 也是能让个案更能够被承接的方法 中正一报 廖宝源 洪一轩 综合报导 监狱居然能变成青年旅店 台湾田野学校于2021年底的台湾设计展 让嘉义旧监狱摇身一变成了青年旅店 获得许多回响 而设计展之后 要如何持续透过策展活动来实践场域活化呢 为此 台湾田野学校也推出了 这间聚落美好生活活动 邀请民众一同走入地方 体验真切的地方故事 所以这边以前在围墙内 你看都是围墙 它其实是一个劳动的原点 那现在透过嘉义的在地 深耕与嘉义的台湾田野学校 秉持着生活土地及是学习场域的精神 不断以行动来实践场域的活化 其实台湾的现场就是一个学习的学校 然后发觉哪边是有问题的现场 就是学习的现场 所以像这几年来就监狱宿舍 因为已经30年来没有人进驻 所以他很衰败 所以我们就把这当成是一个学校的基地 然后透过房子的修缮 或者一些软性的活动的策划 然后都每学期或者是每一年 然后都会让这边每一个空间 慢慢被改变跟点亮 2021年设计展台湾田野学校 透过旧间青年旅店 拉近旧间与民众的距离 并持续透过开放式的管理 让场域能融入民众生活 这边每年还是会有一个定期 阶段性的小型的策展 那这部分就让一般没有接触过民众 他还是可以进来这边去看看这样子 第二个是因为设计展后 也让监狱变成是一个日常开放的 因为以前是要定点定时 所以他等于整个场域就更开放 所以一般的游客也都可以进到这空间里面来 台湾田野学校也推出就兼聚落美好生活的体验活动 让民众能从中学习 了解历史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是跟比如说在地 有一些老师的研习的课程 跟学生的户外参访 包括青年社团 就开始有一些体验 会到这边来 那比如他透过实境解谜 他就可以知道说以前这边越狱的故事 那甚至是以前新生怎么报道的 受刑人怎么报道 就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做搭配 也可以在实际解谜的过程里面 会结合一些照片 影音跟故事 让大家更了解这个地方 嘉义寺港苹果小六年级的小朋友 也参与了此次的活动 对于监狱有了不同的体验 在这次的活动中 我们特别就是邀请台湾田野学校的伙伴 然后带我们的孩子进行导演解说 还有进行闯关游戏 那有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孩子是完全投入的 不需要像我之前我在那边讲 或者我在讲的时候 孩子有时候会说背后凉凉的 或者是这里怎么样 但是这一次完全没有人给我这样的回应 而是他们一直在跟我讲 建议里面很好玩 我觉得嘉义这几年很多的这种文化活动 我们叫做文化创生或文化再生 那这些团队 他们有很多的设计 我觉得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总化 就是用设计来翻转 嘉义旧建议给人的刻板印象 透过导览解说与趣味活动 一窥过去的历史脉络 欢迎大家一同参与探访旧间聚落之美 中正一报 新月亭 谢东汉 嘉义市报导 陀螺扯灵是许多人的童年回忆 在嘉义县西口国小陀螺队是特别的客厚社团 民国82年便已经成立 陀螺队学生凭借高超的陀螺技巧 让陀螺队风光一时 但随着指导教练的退休 陀螺队日渐势围 不过现在陀螺队与西口国小教职员的努力下复兴 微笑争光的同时也继续传承着这项民俗体育 你会打陀螺吗 现在玩陀螺的人越来越少了 但在嘉义县西口国小却有一群小小陀螺大师 精通各种打陀螺的技巧 这个是阵头 比较简单一点 这比较难一点 刚进来这个国小的时候 有看到学长姐在打陀螺 我就觉得这个陀螺好有趣 因为小时候我有玩过陀螺 然后来到这所学校 我看到学长学姐他们的陀螺 上面的颜色很好看 然后我就加入了 别看陀螺小小一科 其实里面暗藏多种技巧 陀螺队的学生努力练习克服挑战 而西口国小陀螺队的阿凯老师 也积极带领他们参加比赛 最近带出去的比赛的小孩子的成绩都不是错 参加过全国民俗体育竞赛 有十个动作 有得过单个人组特优 民国八十二年 时任学校总务主任的蔡博奇创立陀螺队 西口国小就此与陀螺结下不解之缘 但陀螺队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那我们的民俗体育 陀螺剑子 那也曾经呢 就是帮助过我们这些偏乡的孩子 有出国的机会 甚至是升学的机会 鼎盛的时候 连我们的两任的总统 都曾经来到我们西口国小 这边来参访过 但是呢 因为随着我们指导老师 他的剑退休 我们的民俗体育就慢慢慢慢地成绩了 刚好因为我们108课纲 所以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陀螺跟剑子 写进去我们的校定课堂 就邀请了阿凯老师 再回来返校来指导我们的陀螺队 我的教练身体不是很好的 所以我去看他的时候 有他叫我把陀螺传统下去 我直接就答应他说 好 我会传承到 我没办法打陀螺为止 对于西口国小陀螺的传承与推广 阿凯老师与校长陈美慈 抱持很大的展望 西口国小推广陀螺 一定可以把它推广到 全世界都看得到 期许我们的陀螺队 它有民俗的传统 然后科技的因素 跟艺术的创作 西口国小希望陀螺队 可以既往开来 转出西口让世人看见他们的光彩 中正一报 周家伟 蔡慕云 嘉义西口报导 许多人家里都有 饲养毛小孩 随着五月的到来 气温逐渐升高 游泳成为毛孩夏日消暑的 好选择 而在台南 有着一座接近大自然的 宠物游泳池 让四主能够安心 陪伴毛孩细水 享受与宠物相处的时间 提醒大家在快乐细水的同时 也别忘了狗狗的安全 以及游泳前的事前准备 夏天到来 游泳是毛孩消暑的好选择 在台南 就有一个为毛孩设计的水乐园 提供良好的细水和冲洗环境 让四主能安心陪伴毛孩游泳 我们园区的话 主要是以大水池为主 然后我们的二楼的地方 那边有一个 比较小的骨头泳池 这一个是比较深的 主要是给 就是比较爱玩水的狗狗做使用 然后上面那个小的比较浅 它是给害怕游泳 但是喜欢拆水的狗狗做使用 狗居的话大部分都是客人 他们自己在LINE的群组 或者是社团上面 酒团 然后来这边办狗居这样 然后我们就是提供这个场地这样 对于如何在园区指导毛孩游泳 宠物游泳池负责人提倡以诱导方式循序渐进 游泳时也有一些事项需要注意 如果说有怕水的狗狗 我们会建议用它喜欢玩的玩具 或者是零食用引诱的方式 慢慢引导它下水 那如果说真的很害怕的话 我们也会建议说看要不要租救生衣给它穿这样 我们会提醒客人说就是不可以丢狗 只要一丢下到了 它真的就会非常抗拒 多玩几次本身就喜欢玩水狗狗它们就会马上适应这样 跟人一样游泳都是蛮促进肠胃蠕动的 提醒客人让狗狗有一段时间之后要带到草地区 让它上一下厕所 狗狗的品种很多 并不是所有品种都适合游泳 而在游泳过程中若遇到紧急状况 市主也需随时做好准备 那当然有很多的犬肢它是不适合游泳 我们一般分的就是长鼻犬跟短鼻犬 鼻子能够出来的也鼻腔会比较长 所以它会比较容易浮在水面上 那种鼻孔很低的 它在游泳的时候它事实上它就没有办法呼吸 也非常容易的溺斃 那既然溺水的状况下面呢 最重要的工作就赶快把它抱离水池 然后做所谓的CPR 测躺的部分呢帮它做一下按摩 如果能够呼吸到畅通 理论上它应该是能够醒过来 会需要有氧气的供应 所以越快的时间把它送到动物医院去是非常重要 而对于毛孩细水每位四组注重的地方也有所不同 最重要的应该是环境 对 因为其实要经营一个狗狗的场地很不容易 如果环境没有维护好的话 其实是很容易滋生细菌 也会影响到狗狗的玩耍的心情 当然是安全 其实它们好像做得还不错 就是门 就是好几道 跑不见也只会在园区里面 游泳是夏天必暑的好选择 但是快乐细水的同时 也别忘了注意环境的安全性 以及毛孩本身的身体状况 中正一报 秋静 陈宝怡 台南观庙报导 以上是本期的新闻内容 我是主播黄新庙 最近时常有午后雷震雨 同学们上课时记得备好语句 也要小心被雨后冒出的大水蚂蚁袭击 ETV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